我們看完了讓人寫麥噴張的小牛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隻樸實的牛 牛頭牌Toyota要推出新車了 Toyota的Ruffle Adventure 有Adventure之前我們不是有說過他也有新車款嗎 可是他這個叫做越野的玩家版是不是 為什麼呢其實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在原廠推出一些這種特飾版的話都會 自己去找一些什麼TRD什麼御用商品上去 但是這次不一樣 聽說這一次是日本原廠直接就給你的東西 所以他的東西會怎樣 盒裝性非常的好 也不會突兀對不對 我們看改了一些什麼東西 鋁合金的置物桿上面橫桿 然後消光圈很漂亮 這個就很有冒險進取 深灰色塗裝的下滬板 這個其實我們在改這個所謂的越野車的時候 不要說一般路上的SUV都很想要改這個下滬板 是黑後視鏡蓋 專屬灰式縫線 懸吊增加15mm 這個我覺得還比較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這台車應該是說Ruffle所有車系 以前你還記得Adventure是2.5的這個 後來變成2.0 對 現在這台是2.0 所以當然價格也比較親民一點 油耗也比較漂亮一點 但是它一樣是擁有中央傳動軸 擁有中央傳動軸是什麼意思 它就是一個四輪驅動 代表它還是真的可以小小的overroad一下 所以懸吊去增高 是所有overroad的玩家都知道 我們一般的車降低 overroad的車就是升高 原廠就幫你增加 整個售價只要116.9萬 你想想看在之前的Adventure多少錢 然後會不會覺得這台車會怎樣 超值 而且這是原廠直接給你的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說 Adventure在整個Ruffle的車系裡面 它算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支賣出來 因為其他的我覺得就是for家庭 for大眾 那真正你要再不想開制服車的話 其實這個應該才是你的選擇 而且其實我們看到Ruffle不只是2020年 也就是去年的新一代神車賣最好的神車之外 它有很多的選擇 甚至於它不只有越野版嗎 大家也知道Ruffle也有Hybrid的車款 但是如果看到它同級的競爭對手 像Honda的CR-V 或者是福特的KUGA來說 其實在國外都有Hybrid的車型 但是在台灣 未來有沒有機會可以擁有CR-V Hybrid 或者是KUGA的Hybrid呢 我先跟你講一件事 很多人可能聽過一個說法 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混合動力 一種是豐田的 一種不是豐田的 沒錯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Toyota的Hybrid系統真的太成熟了 它在台灣市場導入了Ruffle Hybrid 其實以這個價位帶 這種算品牌裡面的旗艦休旅車 其實講真的賣這個價錢 有這個量是相當的不容易 而且其實因為一方面疫情的關係 到港的車輛其實也多了 開始慢慢連Hybrid的車型 也有一些些溢價的空間 整體讓它的量表現得非常的不錯 其實在這一代的車型 上一代大改款之前 台灣就有先行導入了 那個也是我很早期 就開到Toyota的Hybrid的車型 你會覺得其實它的成熟度是非常的高的 整體動力的轉換 以及最重要油耗的表現 表現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我們就來看 它既然在台灣這個集聚賣的這麼好 然後價錢漂亮 100多萬對不對 然後平均油耗也有17 這個非常棒的一個表現 其他的它的對手 CRV、KUGA會不會也有 其實他們的Hybrid的動力 國外都有出 那CRV的話也是它的 iMyHybrid的一個系統 然後它的平均油耗 稍微低一些些 不過也很棒 16公里 KUGA的話它也是四缸的 而且同樣是2.5升 然後都是搭配CVT 平均油耗也是17左右 在台灣的話 我先講CRV Hybrid 會進 真的假的 會進 喊了很久 要等大概款 那請問我們先解決一下 大概款什麼時候 不知道 但是這個真的是我收到的消息 這個是真的 下一代就確定會有 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台灣本田在2021以及2022 有兩台很重要的油電車型會來 一個是Feed Hybrid 一個是新的HRV的Hybrid 這兩台等於他們要在一個小先輩車 一個休旅車的市場上 先試一下水溫 那同時 其實CRV不太需要他們在動力上 等一下不對啊 它為什麼會在這種小車 然後量又越來越少的狀況 你家進了Hybrid 它應該是要以主流的 讓它更多的 我覺得主流之前 它Accord你還記得嗎 180萬 我覺得應該有成本上的考慮 對 本田的Hybrid系統 真的是有點價格壓不太下來 而且 其實CRV它不太需要在動力上面做擔憂了 它可能要在它的行銷它的曝光上面 那看能不能跟KUGA再拉開一點差距 甚至保持國產一哥的位置 但是我不太需要對小排氣量渦輪引擎 大家知道它動力夠 油耗穗金什麼都漂亮 再去做太多太多的調整 那KUGA的Hybrid 現在倒是真的是八字眉皮 在台灣的部分 而且其實福特的油電系統 以全球市場來說 這個非豪華品牌 這幾個大品牌的油電系統來說 其實 聲量上沒有到那麼的高 沒有像雙田一樣 對 豐田是以成熟度以及成本 是做一個很有名氣的點 本田是技術的本田 它是真的是高科技含量 那福特相對來說就沒有那麼的有名氣 你說在Hybrid上 對 所以可能台灣 我相信以後一定會有 但是可能是要再給他們 再很久以後的時間 好看完了Hybrid之後 大家會發現 你現在2021年要買車 都有很多的所謂的年式更新的車款 甚至於有些車廠也在車型的編程上面做了一些移動 像是Volvo的V60跟S60 它有一些特別的變更嗎 到底有哪一些的調整呢 它最主要我覺得Volvo 我們知道它在2025年開始要慢慢過渡到一個純電企劃的一個時代 所以它在全線為它的整個動力開始來做一個銜接 我們上次它從SC40跟SC60開始有油電跟插電的一個混合式的一個系統進來之後 它這次也在房車跟休旅車做強化 我們看它這次今年2021年在S60跟V60 它也是全線換上油電跟插電式的 它有分為B4跟B5 還有T8的Recharge 我們來看一下B4 B5的話 它是48V的輕油電這樣的一個系統 它是藉由比較輕型的一個電池 然後去輔助跟燃油的一個汽油引擎去做搏 去做搭配 那B4跟B5最主要 他們都是用同樣就是2000cc的一個渦輪增壓引擎 那B4它大概有197匹的馬力 然後B5大概有250匹的馬力 這樣的一個動力輸出的一個區別 那這個T8呢 T8 Recharge Plug-in Hybrid 這個還蠻厲害 它以前是T6 以前的動力變成T6 T6以前是303匹 現在已經到390匹 390匹 那最主要是它是希望是說 像這種 它是它的概念 Mobo的概念是希望你說 這種油電的話 它高速的時候 在高速工程的時候你可以用油 用汽油 然後從此在高速用汽油的時候 你可以回充到電池 對電池充電 然後在市區行駛的時候 你可以用純電 可以用純電 所以覺得它這樣做搭配的話 它是以目前是最適合現在的一個 用車概念 因為你如果純電還要考慮到 去哪裡充電 那這邊的話它可以 油電是一個現在目前他們認為是最好 最適切的 以它S60跟V60的一個設定來講 我覺得像S60跟V60 它除了在動力的編程不太一樣以外 它在車內它還多了一個AAC 就是高效的一個復穩的空氣精進器 這也是它很強調的 以它現在S60的一個 這個V4的起價是182萬 V60大概187萬 這樣的一個起價來設定 如果說你想要擁有豪華的房車的話 其實圓夢不是太大的問題 是在選擇上面 到底應該怎麼選 像雙B的三系列 或者是C-Class 我們應該要怎麼選 其實這種極具的小房車 中小型房車很多人是跨入豪華品牌的第一款車 因為它有不錯的操控性豪華度 科技感 同時品牌上很多新的技術都會放在上面 以三系列跟C-Class來說 其實它的等級編程 還有售價 真的都是蠻接近的 那我先講一下C-Class 因為它剛做一個21年式的一個更新 其實它的車系基本上都漲價了 漲了大概3到8萬元不等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在C180的部分 它最入門的等級 就讓你可以買到有AMG Line套件的車型 C200 C300 名字化 新夜版 其實它除了AMG Line比較運動化的套件之外 等於多了一個有點類似夜色的概念 包含輪圈、擴照鏡、窗框 就是變黑化的一個處理 同時在C43就換了一套高性能的排氣管 好 但是如果要怎麼選擇這兩個車系 其實你會看到在318以及320i的部分 它都是雖然馬力跟C-Class都一樣 因為是符合一個歐洲當地的馬力的稅負 但是它的排氣量是不同 以3系列來說是用2.0的四缸渦輪 即便是C318的車型也是 但C-Class在180和200的部分 還是用1.5升的四缸 雖然數據一樣 但是其實它馬力跟扭力 爆發的轉速區間不一樣 四缸引擎2.0升排氣量大人的500 其實真的開起來是有感覺 整體的順暢性 那種綿延的動力的銜接的感覺 是C-Class的木造